好,这一个第二个part的部分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刑法如何区分责任能力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责任能力这个专有名词 责任能力的概念是什么,这个专有名词我们从两个意涵上面来认识它 第一个就是犯罪的行为人,他能够辨识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刑事制裁 而且呢,他能够承担处罚的能力,称之为责任能力 所以我们讲到责任能力一般指的就是刑事制裁 OK,第二个就是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 也会考量到行为人,他到底能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来作为依法量刑的标准 所以当然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是不是故意把自己装成什么 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对不对 也是有可能啊,是不是 所以这边讲到的责任能力就是他能够承担处罚的能力 这个叫做责任能力 好,来,那我们就要来继续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很希望可以知道的知识 或者是说我们都 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部分的知识 我们都有一点疑虑 或者是有一点每次可能都产生一些奇异的理解 好,奇异上的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到什么呢 来 好,在这个part我们特别要来谈的是 有关于责任能力的区分标准 好,依照我国的刑法 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责任能力 是用三种方式来区分的 第一个标准是年龄 第二个标准是他的生理状态 第三个标准是他的心智状态 来作为区分的标准 然后呢,责成为三种不同程度的责任能力人 好,那你就发现到说 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责任能力人这件事情 其实也有许多的纷争 因为可能有一些责任能力的人 他做了一些让我们全国都觉得很受不了的犯罪行为出来 我们先一一来介绍 第一种三种无 三种责任能力的人 区分成三种 一种叫做无责任能力的人 第二种是限制责任能力的人 第三种是完全责任能力的人 他各有不同的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今天是一个无责任能力的人 无责任能力的人是未满14岁 这是第一个标准 如果他的年纪未满14岁 那么他就是被认为是无责任能力的人 未满14岁的话 应该就是国三以下了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行为的时候 他进行这个行为的时候 因为精神障碍 心智缺陷 致使他不能够辨识他的行为 是否违法者 这个被称之为无责任能力的人 好 那么法律上 假设是这样的人犯了罪 无责任能力的人犯了罪的话 那么法律的效果要怎么办呢 第一个就是不罚 无需受刑罚处分 OK 第二个就是 他的行为虽然不罚 但是仍然必须要接受保护处分 比如说少年犯罪 接受保护处分 施语教育 或者是辅导等等的处置 好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不晓得 很多的状况都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案例 有引起我们国人的不满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限制责任能力人 好 他的区分标准 第一个就是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人 再来就是年满80岁以上的人 如果你已经年满80岁 你就被区分成限制责任能力的人 第三个是阴雅人 也就是先天或者是自幼 就有听觉或者是语言障碍而记龙且哑的人 好 第四种是他进行这个犯罪行为时 因为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 而判断是非的能力明显不足 OK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法律上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些 就说 在采量 第一个就是得减轻其行 依法得到减轻量行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减轻量行 得势情况减轻其行 或者是裁定保护处分等等的 好 这个是同学也要注意到限制责任能力人的一些状况 好 第三就是完全责任能力人 只要你成年年满18岁以上 未满80岁的人 18到80之间 都是被认为是完全责任能力人 而且你的精神状况健全 能够充分判断行为的意义 以及后果者 需对其犯罪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 好 所谓的刑事责任就是我们 我们一般认知上的所谓的犯罪行为 那假如说是行政法 或者是民事 民事我们也觉得那是犯罪 我们通常会讲的叫犯法违法 那刑事我们会通常 行政法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违法 但是如果是刑法上面的问题 我们通常就是犯罪 有行为能力的人在法律上必须要负完全的责任 那这个法官在审判的时候会依照他的情节来进行他应当要负担的这个刑罚的裁量 OK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小表格图示的方式 来认识一下简单的把它扫图过去 好 零到十四岁如果以年纪来说就不乏 那再来如果十四到十八岁是限制责任能力人得减轻其行 第三个十八到八十岁是完全责任能力人 他不需要负完全的责任 得八十岁以上的话他是限制责任能力的人 所以得减轻其行 OK 好那如果我们依照这个什么爷孙来比喻的话 就是你看哦 小明不满十四岁的小明 他就可以不乏 那么得减轻其行的话 小明的哥哥大华 如果他是十四到十八岁就得减轻其行 那小明的爸爸是十八到八十岁之间 他就得负完全的责任 那小明的爷爷呢 已经满十八岁八十岁以上了 那他就得减轻其行 OK 当然我相信哦 有很多人对于这个 呃年纪的犯案 犯犯到刑法的罪行的时候 就是无责任能力人跟限制责任能力人 他的罪行可以不乏或者是减轻其行 很多人可能都就是有一点不服或不满 不过我们来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哦 你觉得法律对于那些限制责任能力人 可以行责的保护规定 为什么是得减轻其行 而不是要减轻其行 好这里差别是什么 得得已跟要减轻其行 而为什么刑法也将八十岁以上的人 视为限制责任能力人 我想这个大家比较不清楚哦 为什么八十岁以上的人也是变成限制责任能力人 这代表不清楚 来我们来讲一下 因为限制责任能力人 也可能已经具有充分的识别能力 所以法官可以就他具体的个案判决决定 要不要减轻其行 所以这个得是得已要或得已不要 而不是就一定要减轻其行 再来有关于八十岁以上的限制责任能力人 考量到老人可能因为判断能力已经下降而出发 所以把它视为限制责任能力人 在进行判决的时候 得减轻其行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